现在在舞台上呢 这一位我们也带大家介绍一下 他是龙头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华尔贡老师 华尔贡老师您好 今天华尔贡老师也是带着我们藏族的民族乐器 龙头琴来到舞台上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哇这把琴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啊 更熟悉这个马头琴 因为经常会看到上面一只大马的头像 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龙头琴 也是我们藏族的一个民族乐器 这个头顶上也是一只非常漂亮的龙头 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龙头琴都是平时什么时候来弹唱的呢 一般在西琴的时候 国年国节朋友们聚会 都给大家唱 自弹自唱 这个阿里琴这年是一个藏族古老的 有两千多年历史 是独有的一个藏族乐器 那很古老 两千多年了 两千多年了 那平时呢 这个乐器最早发源在什么地方 您知道吗 这是西藏阿里地区 阿里地区 所以说它又叫阿里琴是不是 阿里琴 阿里琴 来 你跟我们简单的弹播两下 听一下这个感受 这么一弹 好像我们现场好多人都已经 马上就要想要一起跳起来的感受 那行 那接下来呢 我们华尔库老师 也是带着自己的学生 今天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 唱一首什么呢 唱一首 可费了多半 好 来 掌声有请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